廖姓男子抱著現金330萬元 上了這輛轎車坐在副駕駛座上 共沒多久另一名男子從後方走過來 也上了車坐在後座 接下來他掏出一把刀 搶走廖姓男子手上的330萬元現金 接著車子開到這處人煙稀少的環保公園 就將人丟包到這裡 車子開走了 警方接到報案以車牌追人 抓到持刀搶錢的二十七歲陳姓嫌犯 陳姓嫌犯帶著330萬元 張款在嘉義被抓 而這筆錢原本是被害人 要向這名零性虛擬貨幣商買太打筆的 過程中被不認識的陳姓嫌犯搶走 一度還以為是陌生人搶劫 警方一查原來陳姓嫌犯 和虛擬貨幣商是認識的 兩人一起精心策劃這件搶案 警方表示被害人跟零性貨幣商有多次虛擬幣交易 而貨幣商因為有債務缺錢 才夥同陳姓嫌犯搶被害人的錢 兩人都被依強盜罪嫌移送法辦 華視新聞雙雙方紅蓮輝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林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